大家好 我是Tom 回到玩角落生物農場 今次會講更新內容 版本1.10版已經釋出了 最佳新製作配方 鋪煎物和瓷磚 全新裝飾品陸續登場 看看圖片 野餐戰 瓷磚 風向儀 中塔 鳥用飲水塘 仙人獎 新功能追加 玩家等級 上限提升至40級 新設施 砂糖作坊 33級建造 砂糖作坊 砂糖作坊 砂糖可以在32級以後生產 砂糖 新農作坊 甘蔗 需要到31級可以生產 種在農田中 另外還有一個紅豆 需要35級可以在農田中植 還有追加了在麵包店製作道具 雞蛋三文治 需要39級可以生產 而日式甜點店製作道具 楊根 可以在37級之後生產 還有追加角色 飛塵 來炸酒 和 躲在 那裡吧 重新檢視遊戲的平衡性 遊戲根據玩家的期望 建議為重點進行改善 有三項 第一項是 以將抗爭倉庫時的最大容量提升至2000 以及在遊戲中透過部分道具的訂單 所獲得的金幣和經驗值有所提升 以及其他的細部調整和品質提升 還有一個好消息就是 下載量突破50萬 在11月25日至12月9日期間 會送這個紀念道具 有金錢和鑽石 只要登入 就已經可以發送在信箱 記得在信箱拿出來 上一次的影片說 還差一個 現在四種顏色都佔了 就製造一個小型的花園 根深內容 都可以在這裡看到 日色甜點墊的陽筋 麵包店的雞蛋三文治 也可以看到 龍作物可以在這裏看到 山水一級可以做到甘蔗 紅豆就要再長一點 我們這次來找飛塵 大家不知道能否找到呢 給幾秒時間你會找 應該會見到他突出來了 就在那裏 在右邊 再放大一點 這裡右邊 哎呀又藏了 彈出來吧 321 就在這裏 需要玩家等級40級才能開到這個範圍 40級就是今次的更新內容最高 需要一點時間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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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